台鐵購買新市自強號EMU3000 重振形象要提升妥善率 只不過台鐵在台高主已非新聞 27年沒調過的票價就是主因 隨著改善研究其中報告出爐 傳出票價未來可能調漲一倍上 確定大概多久裡面一定會漲嗎 還是最近不會漲 局長避而不打只透過公關文字回應 目前票價還在研究階段 確定後才會對外公開 以這版報告推算 台鐵合理報酬率抓3到5% 台北到台東票價786 未來可能飆破1500元 如果價錢也漲這麼高的話 那倒不如就搭高鐵 一次就漲那麼多的話 反彈比較大 但如果建進市的話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漲一倍差很多 不過所有交通工具來看 的確台鐵運價率最低 高鐵跟北捷運價率 差不多都是4元 客運也有2.97 但台鐵自強號運價率2.27 所有的物價一定跟著波動 台鐵薪水沒有增加的部分 類似變相減輕 就怕萬物起漲民眾怨聲四起 台鐵兩大工會要求中央 先為基層營運人員加薪再說 直至台鐵身處公司化轉型階段 債務代解虧損連連 漲票價恐怕勢在必行 近視無會山河夢只有參謀到